环保署和桃园市环保局在中立老街西河川教育中心 举办河川生态监测种子教师培训课程 更有35位水环境巡守队员参与 经过这次的培训 他们未来除了担任环境巡守的工作之外 还能够现场进行生态解说 拉近民众和河川的距离 桃园市水环境巡守队成立已经超过10个年头 逐年强化阵容 今年新成立的游武队 目前已达到55对水环境巡守队 人数超过2000人 上镇文篡表示未来任养隔川计划 希望能够达到100%的覆盖率 目前桃园市水环境巡守队有55对 那对于河川的进化 包括水质监测 以及生态富裕都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的环保局会持续的支持 水环境巡守队 那现在覆盖率有超过60% 那当然我们希望将来就是百分之百任良 前来参与培训课程的水环境巡守队员 一共有35位 除了必须学习如何保育河川 还必须要对生态环境 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未来担任讲师 才能传达正确的讯息 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生存的环境 因为我就是住在中壢 当初呢老街西有加盖 所以我们只要走到这边都很臭 自从拆盖以后呢 整个环境变了 所以我们就认为说 我们有这个责任和义务来照顾这两条西 新阶西和老阶西 那自从加了巡守队以后 发觉说真的是 不是只有我们在做 是每个人市民都有这个义务要来负责 来改善我们的周遭环境 退休之后啊 就是有一次在公园散步 就感觉哎呦 公园步道旁边的那个河流怎么变干净了 然后也是在一次无意中看到有人在那边整理 那就透过里的一些就是里长啊 才了解到有这些行手 对我想说既然也退休了 没哎 就是说投入一点自己的力量 把整个河道啦 整理一下 主要的目的就是这样子来加入的啦 桃圾市环保局 103年5月至105年1月 调查南侃西域老街西流域 共发现26种鱼类 比102年增加了5种 水域生态呈现丰富多样性 显示富裕有成 这样的环境唯有介绍让更多人认识才能号召大家一同努力 守护桃圆美好的环境 桃圆新闻东与飞中立采访报道